你还记得我们讲到这个翻译的原则吗 圣经翻译的三大翻译法 要举一个例子 一个经文来说明 这三种的翻译法的每一种 那我们也讲过这个文学形式 有这个七大的文学形式 那么也是要说一些简单的说明 那么能够每一种一两个经文简单的说明 我只要你们抓了重点 不要长篇大论 最重要有一些经文 按照这个经文来做简单的说明 那我们在这个上两个礼拜 讲到这个解经法的时候 还记得有些这个极端的解经法 有三大极端的解经法 也要举一些例子 或者一些人物 究竟是什么学派的极端的解经法 所以这个也要说明一下 那另外 还记得提到这个 这个亚历三大的灵异解经 安提牙的字面解经 跟西方的四亿解经 Fourfold 这个Sensus 四种的含义 一节经文要解四方面的含义 那这些都要说明的 那另外今天所要讲的 关于预言的重叠性 什么叫预言的overlapping 要说明一下 而且要举一两个例子说明 清明你等一下问问北勒同学 已经讲了一部分的考试范围了 那也要说明解释比喻的解释原则 那也要引用一两个经文 来说明这些解释的原则 那也要定义一下 什么叫预表 而且要有个小图 来说明旧约跟新约的那个关系的预表 然后也六方面的预表 每一方面举个例子 那另外呢也会问到一些结构率 我给你一个经文 给你一节经文 把里面这些经文的结构率找出来 里面会有英国绿 或者比较绿 你只要写那个绿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画太多东西 给你一个经文 你就在旁边写 里面有什么结构率 写出来就可以了 那另外要把这个space packs的定义 简单定义就好了 什么是s 什么是p 简单的定义 那另外我也会给你一个经文 一节经文 还记得我们画那个syntax吗 句子分析 还记得这些图吗 要画到这个图 我给你一节经文 你要把字填上去 甚至你要注明哪个是母句 哪个是子句 是属于什么子句 实践子句呢 还是假设子句呢 这个我要你懂 这个syntax只考一体 就是给你一个经文 然后刚才所讲的一些修止法 刚才不是讲的六大修止法吗 记得吗 这个繁语法 奉执法 我会找一两处的经文 你就要写这个经文里面 你找到什么的修止法 找到繁语吗 还是找到夸张呢 还是找到局域 还是找到转域 所以你要把它 这个修止法写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就介绍 圣经里面很多的伊连 知道什么伊连 是不是我们中文的成语 当我们中文讲指鹿为马 我们就知道整个是什么意思 它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 不是表面的意思 指着这个鹿 什么是马 老美搞不懂 那同样我们读 希伯来的这些文字 他们也有他们一套的成语 不是表面的意思 你要了解这些伊连的含义 所以也会考好几个 这些成语 究竟这些经文里面的成语 这含义是什么 要解释出来 那最后就归纳 这个简经的七大原则 要举例说明 举一个例子 一个简单的经文 什么是启示渐进法 启示的渐进 包括 清除明朗 那举一个 情况 经文 所以关于这个神的羔羊 关于于马雷利 这些犹太人 等等 所以 这个很好的总复习 差不多所讲的 都在里面了 所以好好来复习 好好来享受 一点一话都不要忘记 好好来读 那么 记得 就是每一张的都要写你的名字 因为过去的考试发现 没名字 吴展老一个人去问 所以最少你能够写个名字 记得最好就是考完一叠五六页 后面有定书记把它定起来 不然弄丢了一页 就少了分数了 那最好是按次序 第一题第二题 题目不用抄 只写第一题 注明是第一几题就可以了 就是证据时间 不要抄题 就是第一 第二第三 大概六七题吧 在一题里面有很多分题 所以问这个没什么意义 你看我刚才讲那么多 是整个范围差不多了 包括了 所以好好地复习 照着这个范围来复习一下 那么你们要小组 一起复习研究 讨论也好 所以大家好好来 有些brainstorming 有些不懂的地方 好好 你的这个题目 写不出来的 好好大家讨论一下 那最重要记得 要带你的 自己的圣经 那么 没有任何的小组的 吴障老到时候会 走来走去看看 你们圣经是怎么样的圣经 假如太多小组 他会拿起来看看 这个组的是什么东西 到时候我会跟吴障老提醒 那我们这样做 是为了不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考试是很认真的 那么在你考完了最后的下面 要写一句Pledge 写个Pledge 我在Westminster我们考试都是这样的 每个学生都有个算考 我是诚实 考试 没有任何的作弊 奉主的名 签字 我们在Westminster 我在那边读了 差不多七年多 每次考试都要写个Pledge 算高 因为改革中的传统 太认识人的传染败坏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 很严守的 他不会对人太乐观 但也不会太悲观 所有的乐观都是印度神的恩典 所有的悲观看到传染败坏 人是很软弱的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 什么样去解释比喻 那么要知道比喻的分类 简单的名誉 什么叫简单名誉 当你看到 天国好像 一个介在中 特别讲到 like 好像 所以这个是 明明地告诉你是比喻了 这个叫名誉 所以英文叫 simple simile 天国好像 一个人去撒种 好像 看到吗 你看到好像 接着就叫简单名誉 但是 有暗语 simple metaphor 什么叫暗语 就是他不会把这个好像 表明出来 他就直接说 我是羊的门 他没有说 我好像羊的门 直接的栓告 但你要知道 其实这个是 一个暗语 这个比喻来着 它不是真的门 它是比喻 它是我们进入得救的门 第三 名誉的故事 它会 讲这个 浪子的比喻 这个是一个 对不起 是一个暗语 直接就讲这个故事 那么 名誉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像马太福音二十章 它有栓告 好像 比如说 因为天国好像 看到好像这两个字吗 你要圈好像这两个字 然后下面这个故事 这个是名誉的故事 那么 它不 讲一个故事 来比喻 但是它不加好像 也就是叫 暗暗的 暗语故事 像浪子的比喻等等 都是一个暗语故事 Metal story 基本上 基本的分类 那最重要的 要了解 比喻的解禁原则 刚才提到了 这个项目会考的 第一 解释比喻 一定要避免 灵异解禁 过分的 E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还记得 欧里根的 最有名的灵异解禁 路加福音第十章吗 好 撒马里人的故事 把整个的内容都 解释成 这个 人跟耶稣的关系 这个好撒马里人是谁呢 是耶稣 那个被打的犹太人是谁呢 人类 下耶利哥城 是指到 下耶路撒冷 离开耶路撒冷 离开了这个 这个 这个 伊甸园 堕落了 然后 这个贼 道解是谁啊 很明显是说 他是撒旦的 偷窃杀害毁坏嘛 所以整个的 比喻 完全用了灵异 优点是什么 还记得吗 我们有讲过 这种的灵异解禁优点是什么 能够把很多的经文 加深 你跟耶稣的关系 你对救恩的认识 但是呢 缺点是什么 唯独耶稣 没有生活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人做事 其实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爱 能够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他才是你真正的灵色 他能够超越危险 超越 代价 超越 超越种族 也是最难的一关 犹太人会去关心一个撒玛利亚人吗 不会理他 但反过来 这个 超不起的 变超不起的撒玛利亚人 去关心一个什么 犹太人 而且付代价 而且付生命的危险 假使你 你会不会赶过去啊 在中国现在很多人有边打边抢 逃得远远的 上次我们到北京在天堂旁边一个餐厅吃饭 师母就把钱包放在后面 结果不到一分钟 一转过来 不见了 没有了 外面旁边的人 有没有看到 有看见 没人敢讲 他说那个一跑了 没人敢讲啊 其实他就喊一声 手就伸透后面 他说不敢透了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是付代价的 会不会这个姐还没跑啊 躲在旁边 我去救他 会不会我也被杀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他的爱心跟那个动的慈心 是何等真实 今天我们就叫所谓复印派 就是不懂得这种的 对人的爱跟关怀 只讲复印 因为太多灵异解禁 太多只有天线没有地线 我们的社会的见证 社会的关怀 公义等等 我们不敢讲 我们都讲熟灵的 从来很少为在上之声的掌权的祷告 甚至我们不敢讲任何公义的话 不像司司约翰 批评 戏律到头都没有了 很少接着牧师像 是会痛恨基督徒的 我说为什么会痛恨基督徒 他说当年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德纳要屠杀犹太人 结果屠杀了六百万 德国的基督徒 整个的路德会国教不讲一句反对的话 只有小数几个牧师敢站出来讲话 所以他觉得是基督徒默默地准许杀害犹太人 所以他们犹太人跟我们基督徒是仇不共戴天 你教他们信基督教 他觉得你们基督徒的爱心跟公义在哪里 很难的 真的不容易 所以就是我们当年我们基督徒做错了 你懂吗 我们不注重社会的公义 不敢讲真理 因为希德纳是国教的王 政教合一的某方面来说 路德会是被国家控制的 所以要我们能够真的从经文里面 不是单单只有灵意 只有天线 没有地线 基督徒不敢讲政治 不敢讲公义 其实这些都是过分的流去 你发现 整个的先知书就是讲公义跟政治 责备君王 然后我们现在 新约的基督徒不敢讲的 违反真理的我们还是要讲 这个才真正是我们世光世言应该做的 所以灵异结晶的确有它的严重的问题了 避免过度的灵异结晶 第二 要从这个比喻里面找出主要的教训 而且要分出主要教训跟次要教训 更要避免在这个比喻里面的 Olemental Description 就是修师的一些描写 把这些修师的故事的描写变成一个教义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比喻是要表达的是一个主要教训的真理 你不能把其中一个小段的Olemental Description 修师的描写当作一个主要教训跟教义 比如说举个例子 约翰福音十五章 其实很多在解经上犯的错误 把这些描写性的 点作性的描写 当作一个主要教义 比如说我们一同来看 约翰福音十五章 我们来读第六节 好 一同来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死起来 人在佛里烧了 所以弟兄姊妹 假如你们不 结果子 不藏住在主里面 你们就会被火烧 你们就灭亡了 就不得救了 我告诉你 其实很多阿民念神学 就是用了这个比喻 对一个的Olemental Description 建立一个主要教义跟教训 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耶稣为了让这个故事完美 只是来描写 实际上这个葡萄树的 这些枯干的枝子 他们没有用 在当时实际的情况 唯一的用途就是用来烧火 做家具也用不了 葡萄树的枝子能做家具吗 又用的 只是知道 无用 唯一的用途只是佛烧 但你却把那个佛烧当作是不得救 下地狱 接受地狱的佛烧 这个就是完全偏离的解释比喻的原则 你要抓到那个主要教训 来建立一个真理跟教义 而不是把一个旁枝的Olement 一个完整故事的一个润滑性的描写 作为一个教义 不能 所以 整个约翰会十五章 这个葡萄树知识的比喻的主要教训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直到我们跟主有非常亲密生命的连结 好让神的丰满 如同葡萄树 能够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同枝子里面 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跟耶稣基督灵里的一个亲密的灵教 亲密到像枝子跟葡萄树是24x7 每个时候灵里面都仰望着耶稣 甚至在原文是用abiding in Christ 住在祂的里面 是表示一个同住同行享受的关系 就经历到大卫所经历的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心 所以这个才是主要教训 那个次要的描写 你假如跟主没有亲密的灵教 话语的灵教 那你都不能结果子 甚至枯干 你就无用了 按照当时的传统 枝子就只有佛烧了 不是说你们基督不结果子 你们就灭亡了 就被丢到这个地狱里面 接受地狱的佛来烧了 不是这样的推理 所以要找到主要教训 什么只是庞兹的润滑的 olemental description 第二 要从这个对象去找这个主要教训 不单从内容 从对象 比如说我们看 马太福音二十章这个比喻 马太福音二十章这个比喻 讲这个比喻 耶稣的对象跟目的 是讲给谁听的啊 找到吗 who are the audience 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他主要针对是什么对象 要讲给他们听的 有没有注意到 在十九章的最后一节 耶统来读 三十节十九章 第一个就是对象 耶统来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张要在后 在后的张要在前 从结句话 找到耶稣这个比喻的对象是谁啊 是讲给谁听的啊 讲给犹太人听的 犹太人先进葡萄园 先进神的国度 先是神的选民 在他们进到律法主义里面 进到智乎骄傲里面 所以在前的反而是什么 在后的 后进葡萄园的是谁啊 是外邦人 反而他们蒙恩了 所以耶稣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先进葡萄园做工的 奖定的是一钱银子 后进的 奖定的 没有奖定 但是到最后 也是给他一钱银子 然后主人说 解释我的主权 因为先进的以为多德 他走 嫉妒眼红 受不了 后来的 就像犹太人他们 没有办法接纳 外邦人也可以得救 他们不接受 拒绝 就如同这些 先进葡萄园的工人 他们对后来的人 被主人接纳 被主人恩待 他们受不了 所以反而犹太人跌倒 他觉得 到现在他们还是觉得 只有他们 是神的神 They are God's elect 非常傲慢的 犹太人 到现在 还是吵不起我们 也是外邦人 甚至有些 做了金仑图之后 还是觉得他们 是神的长子 你看这些 Semitism 这种散逐主义的 骄傲主义 还是在他们的里面 但是很可惜 今天有一批的 基督教的人 还是干得出跟风 他们是长子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 求平安 他们不知道 这个耶路撒冷 在基督教里面 已经灵异扩张到 神的国度了 神的教会了 这个耶路撒冷 神同在的教会 就是耶路撒冷了 真正的圣城 真正的圣殿 神把它拆毁了 免得你们localize 神的心意是要 universalize 灵意跟广意 但是我们 很多的基督不知不觉 要跟从 要回到 活在旧约里面 觉得 去到以色列 摸一下那个 裤墙祷告 把一个指头塞在那边 塞得满满的 不是犹太人塞 是很多基督塞 我告诉你 觉得在那边 祷告才有效 那你就住在以色列吧 那你就在家里 中祷告好了 神说 拜祂的不是在耶路撒冷 也不是在 解散上 才是 Vorship in spirit and by the spirit We are the temple of God 但是很可惜 这些解禁 都不懂得 启示的建计 不懂得 真理的灵化 跟广化 就孤守在 旧约的一句话 为耶路撒冷 求平安 只是单单 为那个方程 来求平安 耶路撒冷 是指导神的国度 神的教会 在旧约 是用耶路撒冷预表 不再距离 许多的礼仪律法了 真体 确实基督 真体 确实教会了 第二 我们要从背景 找主要教训 譬如说 《路教会》第十五章 结果 浪子的比喻 十五章 你读这个浪子的故事 从十一节 一直读到三十二节 你发现 主要的教训是什么 怎么样能够找到 这个主要的教训 要从十五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这个背景 找到这个主要教训 否则你读这个浪子的比喻 你只是读到一个 不道的讲章 只是针对罪人 要浪子回头 要悔改 但是你看看 其实这段 比喻的主要教训 从那个背景 你发现 我们一种来读 第一跟第二节 众税吏和罪人 都爱敬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文士 私下一论说 这个人借贷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你发现 这文士法利塞人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不理解耶稣 甚至批评耶稣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看到吗 怎么可以 跟罪人吃饭 借贷罪人 他们甚至攻击耶稣 难得耶稣 跟他们一样吗 都是罪人吗 为什么没有分别为圣 甚至连纪律 都跟他们同坐 所以耶稣就讲了 这个浪子的比喻 从这个背景 跟这个问题 你都发现 浪子的比喻的 主要教训是什么 重点在谁的身上 大儿子 对 重点不是小儿子 但是我们都用 这个比喻用来做步道 针对在罪人 对 这个小儿子的身上 要浪子回头 快来信耶稣 快来信耶稣 这个不是重点 其实是针对这个大儿子 如同这些文是法利塞人 不借贷 不接纳 不爱罪人 如同这个大儿子 非常的律法 我非常的做工 服侍父亲一辈子 研守所有的工作规章 也没有浪费父亲任何的指财 我做好 我守律法 是个所谓的义人 然后他 在他的质义当中 律法当中 所谓的圣洁当中 他连自己的弟弟都拒绝 受不了他 父亲怎么可以 这样来接待这样一个弟弟 浪费了你的指财 又那么的悖逆 你怎么可以 这样来对待 这个犯罪的弟弟 其实这种态度 就是谁的态度 当时的解释文是法利塞人的态度 就是所谓的解释的 质义的宗教人士 你发现 这种经文应用到 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今天教会里面 好多大儿子 都很圣洁 很摆上 很做工 都很道德 但是看到教会弟兄姊妹 有一两个软弱跌倒 他们就受不了了 就开始去审判 定罪 弃绝 但是 神的心意是要什么 挽回 没有他的耳利 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我们要用温柔的心 给他挽回 爱能够治养许多的罪 今天为什么 整个的神家的国度 都是分裂的 就是因为太多的大儿子 教会与教会之间 许多的定罪批评 教会里面的许多的定罪批评 就是都要做大儿子 大儿子从行为的角度来说 他们都是很棒的 都觉得他是最好的 我们是真耶稣教会 你们是不真 有没有这样的教会 有啊 就在某批的 就有一个吧 对不对 家喻教会对面 真耶稣教会 我们才是最对的 你们都差一点的 都非常的致意 从明知的看到他 是大尾子的那个位分 但是好好看看 他们三维一体的教导 他们是异端的 不是三维三维一体的 小心啊 当年某一个教会 把他们的教导 卖给这个真耶稣教会 受到很多其他教会的 一些的意见的 怎么可以把一个教会 卖给这个异端 后来产生很多的问题等等 所以 这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让我们从背景里面 找到主要的教训 其实是针对 这个大尔子的质疑 跟对罪人的不接纳 所以耶稣说 我来不是寻找义人的 是寻找罪人 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什么 需要医生 所以上来我们在教会牧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 父亲的这种恩赐 其实你发现到最后 这个浪子的比喻 父亲开始 你发现父亲没有责备 这个小维子一体 有没有 他责备谁了 大儿子 就是在背后 文师法律杀人 他们自以为义的这群人 今天教会的不合一跟分裂 其实都不是这些软弱肢体做成的 因为他们躲在小角落 都是这些很有影响力的 所谓大儿子 他们在那边做成教育的分裂 国度的分裂 我们是真耶稣教会 我们是最纯正的教会 你们是被掳的教会 这个汪浩不在 他在他一里知道 聚会所是最纯正的教会 其他都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教会 只有他们是最好的等等 不要误会汪弟兄 他早就离开他们那个系统 他也发现他们的教会论有问题 所以其实主要教训 是针对大儿子 吃药教训 是要让我们看到 这个父的那个 怜爱的心 假如这些文士法利塞人 真能够体会这个父亲的心 他就不会那么的理发了 假如这个大儿子能够体会 父亲 对这个小儿子是一种 死而复得 死而复活的这个心情 他能够看到这个父亲 怎么样来拥抱 连连与这个小儿子亲嘴 他假如能够跳出来 他的律法 而体会这个父亲的一言一行一动 他可能就不会 那么去论断他的小弟 这吃药教训 其实是 也可以说 其实从这个大儿子的错误 去引出 让我们看到天父的心 对 他儿女的 神家里面的 每一个孩子的爱跟抱怨 跌倒了 犯罪了 希望再浪子回头 而不是 不理他 轻看他 攻击他 不要他 所以这个才是 主要的重点 这个教训 所以你发现 某方面 我们常常把浪子的比喻 用在福音的护照上 也是什么 泪意解禁 你懂吗 所以让教会失去很多的真理 都是应用在福音步道上面 把浪子比喻 很少把这个变成 对教会那个赔灵的讲证 针对我们教会里面 一群质疑的人 不太会犯错的人 我告诉你 一个不太犯错的人 他很难接纳 包容犯错的人 所以有时候神就让你摔一跤 那你就会体恤别人的软弱 大卫也摔了一个大跤 所以他也能够写出诗篇的 这种认罪的诗 怜爱罪人的诗 好 我们就跳到下个特别 很简单的看预表 预表是最简单的 定义就是神用纠约的人事物 除了本身的历史性意义之外 含包含有这个对新约的旧恩 或者旧恩关系的类比意义 注意这个定义 所以可能会考虑这个定义的 什么叫预表 那么 这个图要说明了 旧约 新约 旧约的一件事 其实他信约的意义是什么 旧约这个人物 他是预表 信约是谁 所以都要找出 这个对应的预表 旧恩的意义 所以有六个种类 人物的预表 像亚伦 是预表什么 按照希伯来书第五章 耶稣就是这位永远的大祭司 长远的为他的子民带求 约瑟的一生其实预表谁 他的无罪是预表基督的无罪 带来全家的得救 叫预表基督 甚至按照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 第一位亚当其实是预表谁 末后的亚当基督 因着一人的过犯 众人成为一罪 同样因着 皆为末后的亚当 因着一人的义 众人成为义 所以在某个角度 亚当是预表基督的 第二 职位的预表 包括这个先知 摩西 在圣明纪十八章 都预言有一位 幕后最大的先知 其实就是耶稣 所以旧约所有的先知 其实都是预表耶稣的职份 他就是先知 也是祭司 也是君王 麦基喜德很明显 他也是预表基督的 第三 透过这制度来预表 救恩或者基督 包括余约节 献祭等等 一些事件 出埃及很明显预表什么 得救 对不对 就是出黑暗 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 那么 进方舟 这个方舟预表什么 基督的救恩 迦南地 预表什么 进入神的这个 丰富 救恩的丰富 得生命得得更丰盛 不单是走旷野的道路 进迦南 有来云迷之地 富贝满意 那透过这事物 像油 在救援场上 预表什么 圣灵 圣灵的恩告 香 预表祷告 我们的香 如烟 到神的面前 阳高 就更明显了 预表基督 神的高阳 天梯 预表 耶稣就是这个通天的天梯 带来 我们通天的道路 因为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你要看到 这个 神的使者 在人子身上 上去下来 所以要引用这个 约翰福音 第一章五十一节 所以这些经文 也要有时候写出来 然后某一个行动 也是一个预表 举同时 是预表谁啊 耶稣被定死 对不对 按照这个约翰福音 第三章的定义 那隔离 这个行动 也是代表什么 到新耶稣 预表什么了 受洗了 哥罗西书 第二章十一节 所以要了解 这些预表 type 然后也要了解 什么叫 sign and symbol 一些表迹 然后这些表迹 是特别在一些 启示性的文学 比如说 在旧约 也有很多 在大义里书 与世杰书 也有很多这些 symbolic language 讲到这些 这个 活物啊 讲到这个 这个铜像啊 然后在 启示录 讲到七印 七碗 七号 这些都是 symbolic language 要把它解开 那另外有两种的sign 可能我们的讲义没有 那一种叫做 miraculous sign 神迹性的记号 ous 什么叫神迹性的记号呢 那看到这些sign呢 其实是有含义的 要把它 这个预表 要解开的 譬如说 初爱奇记第三章第二节 摩西遇见神 那看到一个什么神迹性的记号 焚烧的经济 经济却不被焚毁 这个miraculous sign 背后有含义的 让摩西明白一件什么事情 摩西当时在 米店旷野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神在哪里 我当年要救我的百姓 神你不帮我 不用我 已经快四十年了 神啊 为什么你不 拯救你的百姓 为什么让你的百姓 受苦 受害 也是当时摩西最大的难处 但是大家看到 这个焚烧经济 他就明白了 这个经济预表谁啊 以色列 焚烧预表苦难 但是这些苦难 虽然临到以色列 他的同胞 却不被焚毁 因为有神的同在 反而更壮大 所以这个miraculous sign 已经在安慰 解开摩西心里面的疑问 我们今天不能问问题 因为只剩下二十分钟 我们先把这个范围先讲完 miraculous sign 包括云珠佛珠 都有解开的 所以早上 感谢神 这个Ivy把这个 佛珠的 真理解开了 带下亮光 带下热 有光荣热 神的引导 神的保护 野兽看到佛珠就跑了 对不对 不能多少蚕狼野兽 就跑来在旷野 第二 visionary symbol 很多是在意象当中的 意梦里面 一些的意义 所以要解开这些意梦 约瑟是个做梦的人 他一生两个最重要的意梦 要解开它 对不对 神常常记住这些 visionary symbol 天上的意象 有含义的 第三 material symbol material sign 包括什么 洗礼 这个是物质的一个 一个的表达 洗礼 有含义的 圣餐 薄饼 有含义的 不但是预表 说明基督的身体被破碎 为我们而死 而且是一个饼 所以叫做Holy communion 不但是 透过这个圣餐 与神连结 也是跟 众地人子民 连结 彼此相爱 而且在 初代教会 圣餐就是爱业 大家是坐在一起 分享 比起祝福的 干杯的 把一个最好的菜 夹在你面前的 但是现在我们不太习惯夹菜 因为口水的传染 各种的病菌 但是是个爱的表达 所以假如我们站在墓会 能够在守圣餐的时候 把这个彼此相爱的心 代导的心 透过圣餐来表达 就能够把这个的 圣餐的预表 表达出来 所以过去 我有好几次在实习教会里面 圣餐 我一定要求大家站出来 手拉着手 围个圆圈 圣餐坐在中间 我们领受了圣餐之后 为你左边右边的人祷告 这个才是Holy Communion 所以这个相爱是一个柄 是一个身体 那个合一跟相爱 是透过圣餐去表达的 不单单只是爱神 其实要爱人 所以这就是Material Sign 包括洗脚礼 今天天主教圣公会 还是有洗脚礼 所以教王每年都给一些 红衣主教洗脚的 都有它的含义在里面 Material Sign 好 我们翻到这个成语 成语就比较简单了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全部代表部分 或者部分代表全部 这个常常也是在犹太人的 这个所谓的举遇法 他们所用的 讲到说 比如说冠联的全书第八章 第一节 我们看一个例子 第八章 第一节 论到旧有象之物 我们晓得 我们都有知识 在原文是 We all have knowledge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知识 其实这个all 在他们的用语 只是说我们大部分 都有这样的知识 其实从上下文 你就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知识 很多人是 就是对这个 旧偶像之物 他们是害怕的 第二 创世纪33章11节 在原文里面 雅各是带着 blessing 去见他的哥哥 以赏 然后我们 和本圣经 把这个blessing 放了什么 礼物 其实这是他们的 成语 blessing就是礼物 我要祝福你 要带礼物的 不是只是空的 第三 这个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节 包括十字纪第二章四十二节 这个doctrine 讲的教训 其实 其实是指到一个的 一个说话 不是好像 那么的严厉的教训人 只是一个分享说话聚会 第四 这个 这个 吃下去 跟喝 可以说 耶利米苏十五章十六节 十五章 好 我们一段来读 耶和万君之神 我得着你的言语 都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 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要当着食物去吃 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 明白跟消化 领受 应用 所以包括耶稣 讲论 我的肉是可吃的 我的血是可喝的 也是表示领受 接受 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那另外 圣经也讲到 这个问安 这个问安不是 只是说 你好 我好 这个是指到 对话跟交谈 那另外 第一章第四节 卢教徽第一章第四节 究竟这个 接近是指到什么意思 也是他们的一个 暗语跟成语 卢教徽第一章第四节 好 我们一段来读 第一章第四节 这个可能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我看看 这个写错了 是 是指到 约瑟 没有亲近玛利亚 记得那个经文吗 应该是在 《路加福音》 这个亲近是指到 与他同房 记住 Touch 我再查一下 这个打错了 讲议 要再翻到 《路加福音》 二十章十七节 究竟 耶稣叫玛利亚 不要摸他 这个是什么意思 在他们的 希伯来文的 成语里面 是什么意思 你发现 耶稣显现 甚至叫多么摸他的 钉横的手 对不对 能不能摸 能摸啊 耶稣让你知道 他真的复活了 真实的 不是个魂 但这里为什么说 不能摸 不要叫玛利亚去摸他 这个人摸是指的 挽留 因为耶稣还有 别的事情 他要到 别的地方去 不要挽留他 那另外 听 hear 记住 在约翰飞第八章 第九章 都讲到听 是指到听从 所以我们中文圣经 翻的听从 就是 希伯来文的 shama 这个观念 是听 要去做的 听从 然后 耶稣被批评 在马太夫十一章 讲到耶稣 吃跟喝 其实吃跟喝 是指到 一种生活的 一种享受 正常的生活享受 死死约翰 他的门徒 不吃不喝 是指到他们的 一种 简单进食的生活 然后 特撒罗里亚前书 第三章 第八章 保罗描写 看到他们 就活了 这个活了 是指到 喜乐 圣龙活福 喜乐 然后 以赴所书 包括特撒罗里亚前书 五章 讲到这个 敬奉 敬奉 on the 你的 parent 还有主的工人 要受加倍的敬奉 记住啊 这个honor 在他们的 文化的成语 不是单单只是 尊敬 看着牧师行李 对父母 好像很尊敬 这个honor是指的什么 给钱 敬奉 要用金钱 来敬奉 你的 年老的父母 这也是我们中文的传统 然后对传道人 也是加倍的敬奉 加倍的供应他生活的需要 而不是穷传道的观念 所以 韩国的教会跟中国的教会是 天渊之别 韩国的教会是 加倍的敬奉传道人 中国的教会 是 太低太低的敬奉 是 仆人的敬奉 没有敬奉 根本 就是和尚的观念 我们受到佛教的观念 传道人就是杨和尚 所以我当年出来传道 要去读神学 我父亲说 你千万不要去做传道 就是杨和尚的工作 穷 他认识好多的传道人 都穷得要死 你千万不要去传道 你做完你的电机工程师 赚了钱 才去传道 还来得及 就是中国教会的观念 很可怜的 所以一定要回到圣经 让主的工人 要受加倍的敬奉 将来你们建立了教会 做了主人牧师 要好好建立这样一个 加倍的敬奉 你看旧约的祭司 是多荣美 多丰富 还有缺乏的 你想想看 一个教会 其实只有有十个会友 十个家庭 真正十一奉献 就可以怎么 养活 一个传道人 假如当地的弟兄姊妹 Silicon Valley 每个家庭 连薪都是二十万以上的 你就表示 这个牧师连薪 也差不多到十几万 因为十一奉献 扣了一些教会的开支 最少可以给牧师 十几万一年 十个家庭就够了 何方是三千人的教会 你懂吗 所以 我们没有把真理教导 十一奉献我们也不讲 感恩奉献就不讲 你看老美的教会 他们很丰富 他们讲十一奉献 太鼎太鼎 这是他们基督的观念 太鼎 十一奉献 然后还有感恩奉献 过年过节 生儿子抱孙子 感恩奉献 搬迁买新房子 感恩奉献 然后死了 整个遗产 一半给教会的 我在普林斯顿 哇 看到好多教堂 普林斯顿神学院很有钱 我去一了解 原来很多的会友 把他们的人寿保险 把他们的房子 不给孩子的 老美让孩子独立的 捐给教会 捐给神学院 普林斯顿神学院好有钱 在那边读神学的 都是报学费 报生活费 报什么都报的 我认识那边的神学生 很丰富的 因为他们神学院很有钱 长老会的神学院 教会很有钱 所以很可惜 我们中国教会 对这个加倍的金凤 非常负虑 特别今天在中国的农村教会 真的是艰苦 太艰苦了 不应该的 事实约翰 面对耶稣说 解鞋带都不配 不配 不配 给耶稣解鞋带 这个解鞋跟提鞋 是谁的工作 奴隐的工作 事实约翰说 我连 面对这位万王之王 我连作弹的奴隶 都不配 那你就明白 为什么保罗 常常也 I am the slave of the rule 耶稣基督的奴隶 因为事实约翰 连作奴隶都不配 那最少 可以做奴隶 那你做耶稣的什么 你愿意吗 做神的仆人 是非常尊勇的 奴隶都不配的 马来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 马来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记住啊 这个话 其实是指导一件事 因为你知道 我们希伯来文 dawah这个字吗 话跟士是同一个原文 所以这一点是指导一件事 另外 圣经也常常讲到 地狱之子 人子 神子 喜欢嫁个子 也是他们的成语 喜欢嫁个子 就有点像广东人的传统 喜欢嫁个子 斗仔 鬼仔 碎仔 听得懂吗 广东话你们听不懂啊 听得懂对不对 很喜欢赌博的 叫他说斗仔 独仔 对 亮仔 加个仔 广东人特别什么都加个仔 是什么意思 是指导有百分之一百上面的这个特点 所以他是骂他是毒宰 就是百分之百的毒性 所以犹太人也有这种的描写 地狱之子 表示他是百分之百 地狱的罪性 雷子 son of thunder 你叫谁 约翰 雷子 对不对 表示他的个性 百分之百的 像打雷一样 暴躁 所以你不可想象 雷子会写出 约翰一书 那么充满爱 一个问有的一卷书 真的是生命的改变 所以 文徒约翰真的经历了 生命的改变 他才写出生命的书卷 所以人子 耶稣称自己是人子 表示他是什么 百分之百的人性 他也算过他是神子 表示他是什么 百分之百的神性 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跟说明的 这个子这个意思 很多的例子 大家回去看看 经文 刚才讲的薄饼就是用饭 那另外呢 一些字句重复 是表达一个最高级 就像我们英文 good, better, best 但是在这个亚兰文里面 或在希腊文里面 没有这种的比较级 比如说 我们看马德福音23章第7节 马德福音23章第7节 喜爱言喜上的首位 辉堂的高位 又喜爱人在街市中问他 我称呼他拉比 这里可能也是打漏了 不对 这个经节不对 7章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7章21节 21节 你发现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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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讲了两次 这个两次是表达一个 至高强烈的一个表达 重复 所以包括 比如说你看以赛亚书 第6章 连续讲了圣哉 圣哉 圣哉 三次 也是表达一种 极高的圣洁 用重复的名词 来表达那个 至高和是 至重的意思 很强烈的表达 我们发现了 马德福音第8章21节 很多人读了这段经文 觉得耶稣很不尽人情 其实这个有他的典故跟诚语的 我们一种来读 8章21节 任凭死人 埋葬他的死人 你甘宠我吧 会不会觉得耶稣 怎么回去埋葬父亲 都不可以了 有没有太不尽人情了 其实 这个埋葬 其实不是单单指的埋葬 是指的照顾父亲 一直到他死 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才来跟从耶稣 所以是针对这个问题 而不是连进儿子之意 去埋葬父亲 去埋葬父亲 行孝也不行 否则我们中文会被这段经文绊倒 是指到耶稣在复照他 但是他跟耶稣请假一段时间 我要好好的照顾我的父亲 直到他归老了 我才来跟从你 好像经常都说 当我赚够钱了 我才来跟从耶稣 同样的问题 但是神常常要比得雅各约翰 马上就撇下网 撇下船 跟从耶稣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 不要把珍珠丢给狗 也也是他们的成语 这句话 他们讲出来是表达什么意思吗 犹太人 狗是谁啊 我爱犯人 不要把神的 这些的 律律典章 跟他们讲 他们不懂不悔 你浪费时间 所以包括 耶稣引用了一句话 对那个加兰妇人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不要把饼丢给狗 也不是耶稣故意骂他的 其实当时的成语 跟他们的文化 狗是谁啊 就是这个外邦的加兰妇 不应该把属于神儿女的 一些福分 教导 跟外边人讲 他们听不懂 反而会像 狗一样会反咬你 是这种的背景 否则你就觉得 耶稣怎么 默默是狗 不是 是他们的一个文化传统的 一个成语 包括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四节 把脚上的尘土 剁下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懂吗 应该知道啊 表示 与他 划清界限 毫无关系 那些拒绝的 不要的 不信的 逼迫你的 你在那边当中传了很久 他们不接受的 跟他们划分结线 你就去别的地方去吧 包括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 路加福音十四章 讲到背十字架 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 在他们的成语里面 表示 愿意为主而死 你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吗 其实这个很大的讨战啊 表示你愿不愿意 为主而死啊 背十字架 要被钉死的 背十字架 包括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 耶稣说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神的 这个恶是指到什么 这个恶是代表条例 All the religious who 担子是指到要求 Demand 包括耶稣讨战彼得说 我的杯里也要喝 这个杯是指到什么 You die as I die 这个苦杯 苦难 你也要承受 好 还有很多的成语啊 那么 有一本书在我楼下 假如你们需要去研究呢 可以好好去研究 我们剩下最后的五分钟 很简单 把这个预表讲一讲 预表很简单 特别要了解预表的 overlapping 我们只看一个例子 以赛亚书第九章 假如你不了解预表的重叠呢 你就犯了犹太人今天所犯的毛病 为什么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 预言 prophecy 预言 对未来的预言的重叠性 我们看 以赛亚书第九章 好 我们看第九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一同来 因有人因还为我们而生 由于指示给我们 正权必担在他的尖头上 他明显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征无雄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好 你发现 有些婴孩为我们而生 解释在什么时候发生 在圣诞节 耶稣诞生 在伯利口 但是后面的事情 他要成为和平的君 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这个预言 是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才会成就 但这两件事情 就好像两个山头 中间是有距离的 但是当你远远去看这两个山头 这两个山头是怎么 好像重叠在一起 所以神让以赛亚看到这两件事 看到未来的这两件事 其实是重叠在一起 写在一起 所以犹太人不了解这个道理 读到这人经过 你说耶稣 是弥赛亚 为什么他没有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所以他不承认耶稣 这个 圣在伯利口的耶稣 是弥赛亚 因为他不了解 这两件事情 从远远去描述 是重叠的 其实有一个时间距离的空间 对 这个要特别说明 考试也会提到 第二要了解 一个预言 有deal fulfillment 第一个就是在当时的应验 另外呢 有末世的应验 双重应验的 比如说马太福音24章 马太福音24章 我们看完就差不多了 这两个是预言的最重要的 要抓住的 马太福音24章 24章 我们从这个15节读到18节一同来 对 打声一点 好 我们特别注意 这个 所预言的这位行毁坏 可真的站在圣殿 这件事情的部分 应验 应验在谁的身上 主后七十年 谁呀 提多张军 就是这一位 行毁坏可真无的 把圣地产平 把圣殿产平 但是 其实末后 那个最大的 final fulfillment 是在谁的身上 狄基督 在七年大灾难 末后的三年半 应验 所以我们看这些预言 要常常注意 double fulfillment 这个是重点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要辨别这个预言的应验时期 是在 这个 耶稣的教会时期 第一次再来 跟第二次再来 中间 这段时间应验呢 还是在耶稣第二次再来 之后应验呢 还是在千禧年的 国度应验呢 有注意那个应验时期 包括以赛亚书 十一章跟 六十五章 这个 很多人把它就 应用在这个教会时期 或者说 末后的教会的 福音黄金时期 一个灵异的解禁 但是 其实这个是应验在千禧年 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 的时期 所以对于这经文的一些的预言 要注意它的应验时期 好我想我们重点差不多 那么大家都照着刚才所讲的那个考试范围 回去好好预备 有一个礼拜 那么最重要的 我们的书读完了吗 那个 那本 对 就是那个 什么作者 我忘了 赖约翰那本书 非常好的一本书 好